你好 欢迎收看5月13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首先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消息 近日陆续发生感染源不明的本土案例 花联县长徐真卫为了确保公共场所落实防疫措施 12号晚间指示副县长严新章带队率观光处卫生局 警察局以及有关局处进行专案联合机查 第一波针对县境内的电子游乐场业者进行宣导 要求各业者必须落实中央的各项防疫措施 副县长严新章表示 八大营业场所为人潮聚集的地方 疫情传播的几率以及速度相当快 而随着疫情警戒层级逐渐升高 环林县政府办理联合机查 依据疫情防治SOP作为道场宣导防治 而租出人潮众多 出入复杂的电子游异场所能够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以防堵群聚感染避免疫情在花莲扩散 我想疫情逐渐的升高 所以说我们要对疫情的防治以后 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民众或者是营业场所 能够都重视这个问题 让疫情能够控制 我们因为花莲这个地方 事实上我们是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要让所有的业者 跟所有的民众都知道 他进来的时候 依照疫情防治的一个SOP的作为 让大家知道 然后我们把疫情 不会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发生 让所有的民众都知道 在花莲县长许政卫的指示下 由副县长带队做花莲市 游以场所联合集查的行动 从中也发现 业者有许多必须要改进的地方 包括了为落实实联制 为宣导戴口罩 为实际执行酒精消毒等等的措施 现场也立即向业者及民众宣导 花莲县政府唯有积极宣导与防治 期盼花莲县仍维持在零确诊的情况 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